中校桥 中校桥已到拆除後 列明的第一個考驗 就是開工日的上下班車潮 從中校桥過來嗎 那有沒有塞車 交通局動用白名警力交管 還有數千上班族 提早出門 改到 改搭公車捷運 有提早出門嗎 有提早多久半小時 看來早上到現在8點20 對 狀況都很好 局長甚至置評80高分 讓台北市議員童仲彥請得貼文批 我只能說你瘋了 我真的是覺得身為一個交通局長 你應該要看的是全台北市狀況 包括在中心橋等等 這車的流量是增加的 那如果我是中會瑜 那我會敲不出來 雖然上下班時段中校桥都沒有塞車 但中心橋 台北橋 卻因此車流量大增而塞車 局長 看到了嗎 生活中心 台北報導